在兩三年前我的職業傷害越來越嚴重了 弟弟 哈囉大家好我是弟弟 弟弟是知名的文秀老師 你知道他的客戶最少都要排到半年以上 那弟弟你已經這麼忙了你怎麼還會想要自己的命 我是一位文秀師 那我做文秀呢大概有七年的時間 但是長時間累積下來一天其實我可以接四五個人 可是幾年下來呢我的頸椎跟我的脖子其實真的都受傷了 這個就是職業病 所以其實很多美業人都有很多職業傷害 那大概在兩三年前我的職業傷害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我真的本身有嚇到 那在這個兩三年前呢 我就開始在思考我要去找第二份職業 因為我知道我的陸媒的事業 他沒有辦法讓我的薪水越來越高 所以我的年紀增長 他只會越來越少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辦 所以呢我就剛好在去年碰到陳貴人 他的皮膚擦了很漂亮他五十歲左右 可是他的皮膚擦得多還要美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為什麼他可以擦漂亮我就不行嗎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使用TNT產品 那我使用其實很快速幾個月其實效果就很明顯了 這時候我就趕快看到相機 因為現在是眼球經濟 所以呢很多客人看到我的改變 就馬上問我擦了什麼樣的方案 所以呢我就馬上決定我要經營這份TNT事業 讓我自己有被動式的收入 我不想要再讓我的職業傷害越來越嚴重 然後不管是你有沒有誰傷害 你做任何工作 現在的經濟非常的不景氣 我們一定要為我們以後來做打算 當你不能工作的時候這麼辦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創造被動式的收入 我來做的東西 我來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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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